Hi 我是Kalun 看我今天戴眼睛聊啦 戴眼睛是因为今天我要教东西啦 所以今天呢 同样时间 不同样地点 我决定再教大家 拿到你们的华为星机之后 要怎样setup 啦 要怎样 download 你们要的apps 那今天这支影片呢 主要还是会讲你们 如何好好的使用 华为AppGallery 只有一个华为用户 没有理由不学一下的吗 好啦 开始吧 上一支影片我也讲过了 星机马来肯定是空空的嘛 所以一定要先把旧手机的东西 搬过来新手机 所以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PhoneClone 那如果你本来就是用的华为手机的话 我只能讲一句 简单到没有朋友耶 很简单 拿出你的新机 拿出你的旧机 在Tools folder里面 打开PhoneClone这个功能 一步一步跟着指示座 Facebook, Whatsapp, Instagram,各种游戏 Lazda Touch&Go 为重点就连WeChat, Whatsapp里面的 Chat history都翻过来了 你看 不想要重新Log in 也不想要back up Chat history 完全就是给你搬变变 Log in变变了的耶 那就算你的手机不是华为手机 是Samsung, Oppo, Weibo 甚至是iPhone 都是一样 到了这个FoneClone App之后呢 就可以复制了咯 好了 FoneClone之后呢 大部分的App都已经搬过来了 但是你留意看哦 还是有一些App是搬不过来的 这时候你就有三个解决方式 第一,可以用华为手机里面的AppGallery下载 里面有很多马来西亚人 日常会用到的Apps 比如说TikTok啊 Touch&Go啊 Lazda Shopee 淘宝 Darmacan 等等等等 FoneClone之后呢 这个Magnon4D App也有咯 第二,可以直接从你想要的Apps的官方网站下载 虽然是比较麻烦要一个一个去找 但是有一点就是保证安全 第三,可以从网上一些3rd party的应用市场下载 No no no,这里就要提醒大家哦 网上真的有太多这种3rd party的应用市场 多的意思就是杂 杂的意思就是乱 乱的意思就是不懂安不安全 不懂可不可以用 所以Bro不要玩 要找就找一些相对比较安全的 比如说Apptoy Apiket Pure 或者是Aldora Store 这三个呢算是市面上比较出名 比较多人用的3rd party应用市场 好啦,享受一点 那Gmail怎样下载叻 这个我上次都讲过了 不用下载的啦 就跟iPhone一样 华为手机里面也内置了email的软件 是可以直接Login各种不同的邮箱哦 进去email,选择你的email account Login 就搞定了咯 过后你的各种email 比如说Gmail啊 Yahoo啊 Hotmail等等 都会统一出现在邮箱里面啦 那YouTube又怎样下载叻 上次我就介绍了一个 我个人觉得蛮好用的一个Apps 就叫做YouTube ONCE 它就好像YouTube这样子 可以Login 可以按赞 没有广告 关掉了 还可以继续play的哦 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 只是这么办 很多人告诉我说他们download不到 其实我也真的不懂什么原因啊 可能是Source找错啦 或者是下载步骤错啦 没关系 我自己就统一给大家一个link 这个link呢 那就是我是从这边成功倒露下来了 所以大家记起来啊 啊对 安装完YouTube ONCE的时候 记得记得也要倒露加安装MicroG APK 这样YouTube ONCE才可以登录你的Google account 少一个就Login不到咯 那如果你不要登录YouTube ONCE 你可以直接用browser看YouTube的 看完 Send一个shortcut在home page 下一次再登录就很方便了 AppGallery安不安全的 好啦 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 AppGallery到底是什么咧 其实AppGallery是华为的官方应用市场 在这里倒露App confirm就是安全的啦 而且据说华为自家会定期清理里面的一些拉结 大大减少你倒露到恶意软件的机会 毕竟也是于先生在发布会上 力推的Top3应用市场职业吗 之前就有人问咯 诶 没有了Google之后 华为手机怎样倒露Facebook啊WhatsApp那些 其实咧 华为就在AppGallery里面夹一个跳链的方式 比如说Search Facebook或者WhatsApp 第一个选项点进去就是一个Direct链 会把你自动连接到官方网站去倒露APP 因为是官方网站的连接 所以安全性肯定是OK的啦 AppGallery是官方的 连接跳去的也是官方的网站 所以这个方法其实就算是一个爽脏的 保护层的保护层 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做Banking转账的时候 只要在AppGallery上面搜索Bank 这个跳链的方式 就会带你到那个Bank的官网 不再等你在网上 登录到21网站 哪里 这个功能不用下载App就可以开始玩 啊对 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要告诉大家 就在AppGallery里面 你滑滑滑到最下面 有一个Section叫做QuickApp 点进去 你就看到一堆App是不需要倒露 不需要安装就能直接开始用的 Section是完全不需要倒露 安装就可以直接用哦 好就试下这个Game啦 如果你嫌弃QuickApp的App太少 我讲你一个Tips 就是去AppGallery里面换国家 从马来西亚换去中国 就会有更多QuickApp选择 你看 QuickApp的好处就是不用下载 直接玩什么意思 神得到吗 哦对对 差点就要结束了 我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 可以免费拿到 50GB的华为Cloud 云端子的容量叻 不会领取人 就只有基本的5GB而已 但是会玩的人 一定是看我影片的 看我影片的人 就知道怎样免费拿到这50GB哦 去Setting.WaweiID.Cloud.UpgradeCloud Storage Space.Claim搞顶 你就拿到50GB了 GoGoGo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吧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 分享 还有follow我的IG Facebook YouTube 新冠病毒期间 记得多洗手 不要出门 我是可恩 下次再见 拜拜